我们多次重申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是国际关系的准则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人士指责主权国家与中国建交 这样公开的玩弄双重标准 难道自己不觉得尴尬吗 2016年以来 民进党当局单方面的否定九二共识 推进台独活动 煽动两岸敌意 制造两岸对抗 破坏两岸关系 两岸同胞都看得很清楚 难道只有美方人士视而不见吗 美方应该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和承诺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伤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